大家跟着北港妈祖的脚步一起出发为台湾祈福 北港朝天宫为了庆祝建庙330周年 在12月7日到12日 举办为期六天的悲心广行祈福绕境 当中北港妈祖会到云林县 园长、土库、大平、斗南、斗六、古坑、水陵等乡镇 也会到南投县赐福 当中妈祖圣驾也会到育幼院及特殊学校赐福 希望将北港妈祖的福气跟慈悲传送到社会的每一处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响应公益造福社会 今年刚好朝天宫建庙330周年 在我们许建水陆法会之前 妈祖将要在云林县 然后在全台湾走一圈 在这里也感谢所有的企业、所有的赞助单位 一起来关心社会的这些弱势团体 我们将会走医药院 早期的孤儿院 还有肾脏的唐氏宝宝 各种需要社会关注的地点 我们尽量都把它走到 我希望我们的妈祖可以去看他们 然后给他们支援 把妈祖的爱心落实 希望社会各界一起来共襄盛起 北港朝天宫表示 本次绕境也有在妈祖婆的神教上安装GPS 民众若是想要跟着妈祖婆的脚步祈福 也可以到北港朝天宫的脸书查询 庙方也非常欢迎大家一起跟着妈祖婆的脚步祈求平安 目前我们FB上面有说没有路线可以看 或者是看我们FB的直播随时可以掌握地点 然后我们的丁头也有GPS的定位 所以请你看到FB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位置这样 北港朝天宫也将在12月27号到12月7号举办水陆普渡法会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祈福法会 向北港妈祖祈求平安 记者沈家生云林县采访报导